这里是中国新闻简报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 今年上半年 我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81.9亿吨 同比增长8% 近日 中国科学家在实验室内实现了从二氧化碳到糖的精准全合成 人工合成糖迈出关键一步 近日 青藏高原特有珍稀鱼类 细尾罩在三江源蓝沧江流域 消失40多年后再次出现 日前 中国第13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 完成第一阶段作业任务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 上半年 我国冷电物流总额3.1万亿元 同比增长3.7% 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观看